红山资本作为全球最大的风险投资机构 曾投资了苹果电脑、思科、甲虎文、雅虎和Google 红山投资的公司总市值超过纳斯达克市场总价值的10% 2005年9月,协程网员总裁兼CFO沈南鹏先生 作为联合发起人创办了红山资本中国基金 4年来,红山资本先后投资了绿农集团、麦考林、体克运动、诺康生物、 红梦卡通、51.com等不同领域的成长型企业 管理资金额近80亿元人民币 接下来,沈南鹏所投资公司的代表人物即将亮相名人堂 李静,超级访问主持人、东方风行传媒文化公司董事长 自2001年创立东方风行公司以来 成功推出超级访问、美丽翘佳人等栏目 2008年5月,获得红山资本中国基金千万美元投资 并推出商业购物网站 第一次见到南鹏是什么时候? 你觉得他印象是怎么样的? 刘亦尔说印象啊 我不想善强背后说啊 那你小点声道啊 我们刚才都说了嘛,石老师 说了,说了,说了 你可以放心的,大胆的说 咱们是07年见的吧 但我不知道你心眼小不小啊 07年见的 因为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其实不是很正式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叫王冉 因为也是我的好朋友嘛 然后就说,他之前跟我提过说 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认识 但他就说这个人特别有名 是风险投资界的 但我是没听过这名字 因为我们可能娱乐圈比较少 然后我们第一次是在那个国际俱乐部 然后我印象很深是吃了一个早餐吧 然后我们三个人 第一次感觉就觉得特别匆忙 一句跟句,一句跟一句 然后就在聊 我刚想吃点东西 然后他就开始问我问题 然后我就放下了 我印象特别深 他那个发型就跟今天一样 然后我又比较关注那个造型 我说,哎,他这个发型他肯定是上海人 对,然后我果真后来 我一问沈总是上海人 而且我觉得他说话有一点点结吧 当时他脑子特别快 对,因为我也在观察人嘛 因为他说话就是脑子比嘴快 对,对,我嘴快其实是脑子慢 这段话是你请他还是他请你 是,好像是我买单 问题我们那次不是跟你要钱,对吧 没有 我们只是一次特别随意的见面 那男朋友你有没有看过李晶的节目 我看过,当然看过 哪期啊,讲什么呀 哪期啊,我忘了 但是反正是化妆品啊 或之类的东西吧 哦,你们不要多多地 但是不仅看了李晶的节目 而且看了,我不能说他的竞争对手 就类似国内的 就是所谓这种时尚生活方式的节目 我基本上都看了 背后调查我原来 哦,看别人怎么做 调查的其中一团 还是宣宣调查的 我今天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料要报 就是有一次我跟李晶聊天 然后李晶也跟我说了一故事 李晶说,哎呀,压力好